孩子 那合花姑娘是哪个村的 她 她是个学生 常理人 你们啥时候成亲呢 成亲 成什么亲呢 那合花姑娘挺待着你的 你不在的时候 常来照顾你爹何安 是个好心人 热心人 孩子 你老大不晓得了 该成个家了 她和您说的吧 傻孩子 这种话一个姑娘能说出口啊 您不是瞎子 我还没想那么多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该想自个人的事了 是 孩子记住了 爹 娘 您歇着 明天再 再来看您二老啊 记住我的话 多合彪的学 是 去吧 队长 他 你怎么样 谢谢你啊 Mireille 家丫头 没关系 其实他们还是喜欢你 毕竟是你是他们的儿子嘛 是 你都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也没说什么 就说你是好人 也救过我的命 也你不会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这个就叫做 人在曹营 心在汗 这个你也懂吗 我懂 我懂 我在书里看吧 我要是人在曹营 心在汗 那你呢 日本人里也有汉奸吗 我不在曹营 也不在汉营 我讨厌打仗 谁打谁都不好 是 小丫头 以后在我爹娘面前啊 多说点好话 我爹呀 很久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知道了 太好了 小虎 小虎啊 曹政委 大队长的伤口情况怎么样 这点小事啊 没啥了不起的 小虎啊 我想跟大队长商量点事情 你们谈吧 但时间不要太长 政委 您要负责 好 不许让大队长抽烟 咳嗽会震开伤口的 我知道 冬菊 咱们去煎药 嗯 老刘 咱们长话短说 上级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 有指示 对 上级指示朝中有两点 第一是出监 神卫领导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有 随着形势的变化 有些人 开始死心塌地的投靠鬼子当汉奸 这些罕奸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比鬼子更可恨 他们仗得人熟地熟 干起坏事来更彻底 所以 我们必须要除掉这些罕奸 二呢 第二是诊苏内部 延命纪律 诊苏 你是说 对 李彪的问题 神卫领导已经知道了 要我们彻底地清查 咱们气话归气话 李彪 他不可能跟林振海合谋 是 我已经把我的想法 跟神卫领导说了 上级会派专人来调查的 好了 咱们先不谈这个事情 咱们说一说 除奸的事情嘛 林振海可不是一般的罕见 想除掉他 没那么容易 所以啊 除奸队员不但要政治上可靠 而且还要有点真本事 我考虑了几个人 你听一下 李双枪 他的想法 是咱们县大队最好的 有摆布穿扬弹欧虚发的本事 在关键的时候 可以以夷当时 王一刀 他的飞刀技术堪称一绝 指哪打哪 尤其是不能开枪的时候 他的飞刀 就是消灭敌人的致命武器 杨过 他是咱们县大队的老侦察员了 从小西武 有一手擒拿格斗的好本事 尤其是能跑能跳 多高的墙 多高的树 在他眼里都不在话下 老李啊 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 那就是三块断过火的缸啊 没了 没了 李彪呢 论综合素质 他一点也不比那三个人差 何况他有思想 考虑问题又比较全面 对 我要跟你商量的 正是李彪的事情 暂时 我还不想让他进入除监队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省委领导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从现在开始 你也不相信李彪了 谁 谁啊 给你送药的 白冬菊 我们的谈话 他是不是都听见了 听见有听见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 对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李彪 只是觉得 他不合适参加除监队 好吧 照你说的去办 明天就宣布成立除监队 做好 铲除林振海的专业 走 我快打 走 走 快打 走 你跟我走 走 不是让你照顾大队长吗 你又乱跑 要成立除奸队了 你知不知道 猜都能猜得到 有了汉奸 当然要除掉了 那你 放心吧 我李彪除掉的 也不止一两个汉奸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让你杀了林振海 你吓得去手吗 是他作孽在心 谁也保不住他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没什么 燕山老林的教训 先总结到这里 下面我谈另外一个问题 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 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大队决定 成立除奸队 铲除汉奸林振海 铲除林振海 如果说 日本人是狼的话 那林振海就是财了 我们要打狼 必须除掉财 既然林振海 死情他地地投靠日本人 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是真正的汉奸 是汉奸 我们就要除掉他 这样呢 我们不仅可以 削弱敌人的力量 在反扫当中 不至于陷入被毒 还可以杀一清白 让那些 打算投靠日本鬼子 当汉奸的人 老实一点 不过 同志们 林振海不是麻福贵 他的本事大家十分清楚 他是林虎邦的大当家 赫赫有名的林中王 他的能耐绝不能小看 更何况 他现在住在县城里面 我们要除掉他 难度很大 所以 这次任务 十分的艰巨 下面 我宣布一下 初舰队的名单 根据县委县大队的研究决定 任命 二中队的中队长李双枪同志 为初舰队队长 初舰队员 由王一刀杨过同志大任 同志们 李双枪同志 是从延安来的 他的觉悟就不用说了 再到燕山之前 他就担任过主力部队的侦察排长 是个有经验有能力的同志 王一刀杨过是本地人 他们的能力有目共睹 关键是 他们熟悉燕山的环境 也熟悉县城的环境 更熟悉林正海这个人 李双枪 到 王一到 到 杨过 到 希望你们三个人密切配合 尽快做好 初舰工作的准备 各斩所长各尽其能 铲除大汉奸 林正海 是 政委 政委 领导啥意思啊 什么啥意思 以往哪次初舰少了我了 为什么这次给我扔外边了 李飘 初舰队是个临时箭制 不存在扔谁和不扔谁 我很差吗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政委 你们不相信我是不是啊 就因为有人说老林口的失利 是因为我跟林正海的合谋 我是汉奸是吗 领导上这么说过吗 可你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这些谣言 李飘 我问你 你跟林正海有过合谋吗 政委 我李飘是啥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既然没有 你怕什么 不是我怕 我看是你们怕了 对 我们是有点怕 不 说怕不准确 应该说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呀 担心 你杀不了林正海 政委 你不相信我出奸的本事 怎么了 小叶队长 没什么 是不是李飘同志病了 你着急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不高兴 我想肯定是李飘病了 你着急 你跟林正海的关系 你自己最清楚 他是比你亲哥哥还亲的哥哥 他不止一次地救过你 让你去杀一个 你自己认为最亲的人 你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 不要决心和实际情况 不是议会事情 政委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我是你的话 当我拿下对了林正海的时候 我也不敢保证 我的头脑会不会发热 我也不敢保证 我的内心不会冲动 我也不敢保证 我的手不会发动 可是我能保证啊 李飘 不到前军一发的时候 你体会不了这种心情 政委 李飘 不让你参加除监队 不等于领导不信任 你是共产党员 是县大队的中队长 服从组织的安排 是最起码的计划 你不会不知道 你不会不知道 这么大声吓唬谁呢 我可不是吓大的 成立出监队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领导这么决定 也有他们的想法 有什么道理啊 你们真当我是汉奸了 那你敢杀了林正海吗 我当然敢 拉倒吧 还杀了林正海呢 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连媳妇你都要让 你有完没完 好了好了 咱俩不说这事啊 就说这个组织上 它确实有不公平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 我想参加除监大队 他们不让 我敢杀了林正海 我绝不会手软 我早就想杀了他了 你们还非说什么 他不是死心塌地的 当汉奸 你们要早听我的 把他杀了 咱们现代队 能牺牲那么多同志吗 你行了 你也别难受了 这就叫做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行了 你也别难受了 这个事啊 我已经想过了 反正还有我白冬菊呢 我肯定要参加除监队 我一定会替你把这个林正 人哪 这是什么 你不应该打就是了 我命令人 尽量了 我没有人 你硬着 你不知道 这是什么 适用 equals 这只能毛病 我明白 车子 表哥 来了你 看看改变练的怎么样 不错 我发你这飞刀 少得越来越化上了 都能够参加马戏团的表演了 我说你 你小的什么意思这是 我没什么意思 夸你呢 大刀吧 说话都酸溜溜的 难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可是摸着个必要 不就是个林志海吗 傻机不用再扭倒 刀子 但是我得提醒你 林志海不是鸡也不是牛 他是一只猛虎 一只能够置人于死地的豹子 你们要训练就好好训练 你们是初歼队 不是马戏团的杂爽伴子 转告李尚强 林志海是活人不是死狗 他那么个练法 纯粹就是浪费子弹 有这个必要吗 还务囊自己的兄弟 刀子 怎么了 找罕见知情 免自家来威风 别这么说 他心里已经够不好受的 我知道啊 你说 就算让他参加初见队 他会吓得老手 杀林志海吗 猴子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我小时候俺爹干净给我买了只小鸡崽子 我就回来养了一年多 长大了 可是那是个供给不下胆啊 爹就把他宰了 跟严病床上的老娘 不劳不慎子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 整整哭了一晚上 这才是一只鸡 要是省活了十几年 秦柔收族的兄弟 谁能下跌了手啊 是啊 不是这样的 是手腕用力 也不是胳膊用力 来 我教你 这样 要把劲使匀了 劲要使大了 效果会适得其反的 导药又不是抡大锤 得把劲吃准了 来 你试试 导药还这么多学问 干什么学问不大呀 谢谢你 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是你来帮我吗 新穷卖马 杨枝卖刀 关一场走卖车 我李彪现在人不人会不会 看天不来 看水不滤 你别这样 不参加除监队 你还不抗日了 这是两码事 让我参谋参加除监队 就能看出来 组织上是不是还信任我 你觉得组织不信任你了 这不是明白是吗 从游击队到县大队 哪回重要的任务少得了我 说不定 组织是真的为你好呢 算了吧 上级领导 为什么要整肃内部延命纪律 那还不就是冲着我来的 你自己想想 现年连组织上都怀疑我是汉奸了 我要不亲手把李震海给杀了 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谁还信任我 我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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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 船长 这给喝两口 冬杰 今天这啥日子 两位守长 吃了再说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这有点太奢侈了吧 没事 这鸡蛋呢 是我们家的鸡下的 这豆腐是我自己磨的 我爹说了 两位首长劳苦功高 大大长又受了伤 应该好好犒劳犒劳 劳苦功高 不对吧 我们可是刚刚打了败仗 这话怎么说的 他打了败仗 也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啊 我爹不常说吗 天底下就没有 常胜不败的队伍 只有不怕失败的队伍 对不对 不行 你不把话说清楚 我们吃不下去 吃了再说也一样啊 吃到肚子里就吐不出来了 你有什么事情呢 还是先说吧 我 真没啥事啊 没啥事 我猜猜 是 李彪的事情吧 不是 是 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的事 你有啥事 大队长 郑伟 我要参加除菅队 除菅队 就你 对 我要参加除菅队 我要为战友们报仇 我要为李彪恢复名声 李彪的名声怎么了 有人说他是汉奸 现在 连组织上都不相信他了 不是 你听谁说的 大家伙都这么说 东菊啊 你的革命热情 和对汉奸的仇恨 我们都能理解 不过有个问题 我们要澄清一下 组织上没有不信任李彪 不让他参加除菅队 那是因为他不合适这个工作 他不合适 我合适 我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绝不给咱县大队丢脸 除菅队可不是卫生队 甚至可以说 不是普通的县大队 它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不是谁都可以参加 也不是谁都能完成任务的 别人能不能参加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要参加 不批准 你啊 把韭菜给你爹端过去吧 你不去 你不去我去 郑文 大队长郑文 就算我啥话都没说过 我都已经做了 两位首长还是吃了吧 老刘 这你想吃吗 想 你敢吃吗 不敢吃 这样吧 这两个菜 就算我慰问商业还不行吗 嗯 这倒可以考虑 白东西统治 到 我命令你 把韭菜给商业端过去 大队长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我憋了一个下午 才想出来的主意 现在 就这么就黄了 哎呀 哎呀 就这么个馊主意 还至于想一个下午 反正我就是要参加初线队 这菜 你们不吃就别吃了 哎 吃牙子 哎呀 你说这吃还是不吃的 吃 吃 嗯 干什么举子 你要参加初线队啊 没错 我今天是来报到的 东西姑娘 你 你抬举你自己 我们没意见 可是你不能小看我们啊 对不对 你这话啥意思啊 这都听不明白 你要是参加初线队了 那我们初线队 还是初线队吗 你看你呀猴子 你怎么说这个呢 怎么着也是个未成队啊 你们要不信 咱就比试比试 比啥 比上述 哎呀 东西啊 你忘了他叫啥了 他叫猴子 啊 我管他是猴子是母鸡 我这会儿就跟你比了 哎哎 哎哎 哎 哎哎 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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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吧 了不的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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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那我再爬 哎哎 哎哎 下来吧 哎哎 表不屁啊 快下来吧 干啥呢这是 就被儿子 胖脑蛋呢 要跟你来的真好 你你快把他劝下来吧 你快劝你呢讓他下来 这太危险了 我说这你们仨谁出的主意啊 是他自己上去的 猴子 他爬方上树的跟你比不了 跟他俩比一点都不差 没人想跟他比 你说你们三个大人 连个女孩都对付不了 他对付林郑海呢 不是 你 李彪啊 你帮我把他劝下来吧 这我无能为力 你们也都应该了解他的脾气 一般人是见了棺材才掉泪 他躺棺材里都不在掉泪的 你不管了 彪子 行 你不管他也不管了 东俊啊 你也在上面叼着吧啊 一刀你别这么说 李彪啊 你帮我把他劝下来呗 你想 白东俊是女同志 万一摔坏了 咱谁也付不起这个责 好吧 我就试试 白东俊同志 我们 李队长说了 你这关算过了 先下来吧 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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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他下来吧 下来再说 好吗 对对 下来来来来来 那那个小谷奶奶 你可下来了 李队长 算不算过关了 白东俊同志 你这一关算是过了 但是我们李队长 又给你准备了新的一关 只要你把那一关也过了 就能参加他们的出间队 行 没问题 说 啥管 骑自行车 自行车 不行是吧 这可难办了啊 我们的线大队有规定 不见队员必须要会骑自行车 为了方便执行任务 我估计他也不会 算了 回家 快快快 别别别别 被骑给你们看 白东俊同志 我跟你说 你不能再甩 你再摔个摔坏了的 不关你的事 我乐意 走开 小谷奶奶 小谷奶奶 我 我告诉你啊 这和上手师不一样 这是个技术活呀 那我也能学坏 瞧吧你们 你先给我 把他给我推起来 快点 行行行 我会的会 一道会的点啊 小谷奶奶 这个东西不好学这个满满 你看你看 你 闪开 你过来劝劝呀 宋局啊宋局 白宋局 你别在那儿捣点东西啊 把你摔坏了小事 不要把你支撑任务的工具 给我摔坏了 李彪 你怎么怎么这么跟着 女同志说话呀 那你要参加书舰队啊 有进步了吧 看 学坏了学坏了 我耍吧我耍吧 我耍吧我耍吧 都是你这儿的坏表的 你快 你过来劝劝呀 快去 来来来来 白宋局同志没摔坏吧 走开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担心理标的了 反正我学坏了 他骗你呢 你这个家伙说着什么啊 你这是啊 人家那标子是为你好 人家帮你忙了你这是 你怎么这 猴子 过河拆桥 是啊 你怎么过来河去踩桥呢 你们都少废话 李彪 你可得说话算数啊 紫荫车我学会了 你不许赖皮 你不许赖皮 行哪 不要 看见没有 骑成我这样都进不了初舰队 你还敢说自己已经学会了 李彪 你给我站住 你别再瞎耽误功夫了行吗 有这个时间 你多跟小月学学治疗伤病的技术多好啊 你 小月好 她是天上的仙 我是地上的草 她是炒鸡蛋 我是赖皮蒜 行了吧 你 她那么好你干吗不找她去 你干吗来坏我的事啊 我怎么坏你的事了 你干吗不让我参加初舰队 怎么是我不让参加初舰队啊 我自己不是也没份吗 白东西同志 抗日工作 干哪一行都是光光的 行了行了 别折腾了 回去吧 李彪 你给我听着 我一定会参加初舰队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林振海 你也给我听着 这个世界上 谁都能杀林振海 人家已出现 朴友 我能不能杀人 你这将不杀人 你必须参加初舰队 尤其是当我们要除掉的目标 是临着海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临着海现在都是个汉奸了 居然 居然把我让给一个汉奸 根据我们侦察员得到的可靠情报 日本人要在县城 为燕山老龄的围剿胜利 搞一次庆功仪式 前幕亲自要为保安团长林正海 受什么帝国勋章 这是我们除掉林正海的最好时机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干掉林正海 狠狠打击鬼子汉奸的嚣张气焰 同时也可以鼓舞燕山百姓的抗日信心 大队长 政委 你们就放心吧 你们也不是拖一会儿出舰了 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双强 你是除舰队长 有什么困难吗 没什么困难 政委 大队长 我有一个提议 我希望咱们这次行动 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 连内部人都不要泄密 双强 该做的工作 大队都会做的 你们放心地去吧 全力以赴都完成任务 是 你 李飘 李飘 看见东局了吗 没有啊 东局不见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啊 昨天晚上 他一夜都没睡 今天天不亮 他 他就不见了 我知道了 你别着急 我知道他在哪儿 特尽 我 你还要 你自己去干嘛 点就准了 你自己去给你 好 你累了 他要去 跟他一夜都在 他去 你乱śli 你们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白东居同志 你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你是咱们县大队的战士 你的一切行动 一定要听出上级的指挥 你知道吗 东居啊 但这样行吧 等我们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叫上你 行吧 你看看我们都气了增长 你也跟不上啊 谁说我跟不上了 我绝不会比自行车慢 自行车我是没学好 可这走路跑步 我两岁就会了 不信你们看见啊 你们还愣着干吗呀 赶快骑呀 别耽误了执行任务 这不是个事啊 他老这么跟着 咱们也没法执行任务 白东居同志 你回来吧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肯定能跟得上 你们骑你们的 我怕我的还不行吗 我还没担心 他就是 我 宁可 你怎么来了 报告队长 我奉政委的命令 和白东居同志 配合你们执行出街任务 你们执行出间任务 瞧你这话问的 我跟白东鞠同志 怎么就不能执行出间任务了 是不是 就是就是 我说我是来协助你们 执行出间任务的吧 还不相信呢 我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 快快快 先走一步 我们马上就到 走啊 走走走 走了 我们马上就到 好 好 好 小心点 好 好嘞 不是 你们等着我 你急什么呀 我能不着急吗 万一让林郑海那罕见 又跑了咋办呢 你放心吧 林郑海呀 跑得了何能跑不了庙 走 等会儿 先生在那边呢 往哪儿走啊 我得先给你换换行头啊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 是先大队的 你怎么进城啊 你当日本鬼子跟保安团 都是瞎子 说的也有道理 那赶紧吧 别耽误了执行任务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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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家呀 这是咱们的秘密人的秘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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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担务除奸吧 摸刀不误砍柴工 不把准备工作做好 怎么除奸 也是啊 这呢 连长 小汉奸 你在这干吗呢 宋觉 永乐操作是我们 现代队的战士了 干嘛还叫你小汉奸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顺宅了 永乐 东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你等着吗 拿出来 是 这 你不是说带我来换衣服吗 你准备绳子干吗呀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行头 来吧 李彪你干吗呀 李彪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李彪 你干吗呀李彪 叫你绑你就绑 就是命令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动 好啊李彪 你算计我你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玩我 放开我你们俩 放开我 把劫实的好 走了 再交给你个任务啊 我看住了他 天黑之前我来领人 敢 记住 他是你的俘虏 不准虐待他 你要敢虐待他 他不叫你小汉奸 我也得叫你小汉奸了 东西姐 对不起了 我也是为了抗日 抗娘的腿 算计我你 你放了我 你放了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来东西 你要再在这儿给我叫 把你嘴也堵上你信不信 看好了 是 李彪 你跟我回来 我跟你没完 滚 行 请 上回侦查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格 下一个下一个 看来 他们加枪防备了 猴子 西门那边怎么样 和这边一样 看这个鸭子 枪是带不进去了 这样 那么几个把枪藏起来 然后分批死在京城 再会场上集合 走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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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耐 untuk 好